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那个Netflix会有简介嘛 对 他简介就写说就是电话诈骗数十点的什么一连串的诈骗 对 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说是那种点餐诈骗吗 就不得又再complain一次 就是光是这个剧名 我就觉得很无聊 我那时候其实看了剧名想说 因为Netflix就刚出 然后可能又知道我喜欢看纪录片就一直推给我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啊 拒绝来电到底是要干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反而还没有很想点开 对 可是因为我就睡前想说啊无聊 我就随便先找一部来看一下 就没想到说哦 居然这么刺激 对 而且你看完真的会有很恶心的感觉 对 因为我毕竟我是看了很多纪录片的人 那我觉得这部大概是第一部 让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对 但是虽然他的翻译真的翻很烂啦 他应该叫不要接电话之类的吧 对 对啊 就是拒绝来电 感觉好像要拒接谁的打电话来 对 感觉上如果你只看他的片名就想说是 大家都出来讲说 为什么我会拒接来电吗 每个人讲自己的心路历程 还是要教你怎么设定拒接来电 对然后 结果没想到他的那个电话诈骗是这么可怕 对 因为这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算是诈骗还是犯罪 可是因为他其实在法律上好像又不太构成犯罪 对 就是因为他在法律上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罪行 对 毕竟他没有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情 对很夸张 你会因为接了这个诈骗电话又相信他的关系犯罪的人是你 对 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对 因为你实际上要受比较多刑罚的人 结果是被骗的那一个 对 那对方就像被抓到顶多 我觉得作用只能是恶止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对 但是对方不太会受到什么处罚 我觉得很可怕 对 所以我才会那时候才会觉得这么恶心 因为他真的是完全的邪恶 对因为你知道全世界的法律啊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啦 所谓的诈骗行为 就是要去骗取一些利益啊财务 对就是你自己要有所获得嘛 对 我去骗你 然后所以我才能 譬如说获得钱 获得什么性爱或是什么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你有所得 对 但他这件事是其实完全没有 对 他完全就是获得快感吗 对 就是 对 或是获得他就是 成就感 或是心理变态的舒缓这样之类 好 他一开始 其实他还算蛮 直接切入的 对 他一开始就是先给你看 一个很重要的事发经过 对 我真的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蛮肚恶心 但是你会很想看继续 会发生什么事 对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这真的是太离奇了 对啊 反正就是好有一个 那个素食店 那个时候第一期就是 我们看到的第一期就是麦当劳嘛 对就是麦当劳 他在2004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肯塔基州 啊对 他就是一个女主管 他接到电话 然后 那个电话是 说是警察打的 对 他自己自称是 他们附近警察局的警员打电话来 对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因为刚才有人说 在你们店里面 消费 对 说他东西被偷了 其实都是各种不合理啊 如果你知道是谁偷你的东西 那你就直接就 就是你当场就可以抓他啦 对 就是你怎么会事后才去 讲这件事情 然后 警察就说 哦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够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过去 逮捕这个人 对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哦你们店里面有一个啊 瘦瘦的啊 那个棕色头发 嗯 然后什么 很白的女生 他就会去形容 也许是他自己喜欢的菜之类的 不知道 对 反正呢 你总是会 店里面应该 一会有一两个 跟他讲的一样的啊 然后 对因为他 他讲的就是一些 很笼统的条件 金头发 你看如果在台湾就说 那个黑头发戴眼镜的女生 对对对 每个都买黑头发戴眼镜 对 然后所以 那个经理当然说 哦有我们店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人 嗯 他就说是被他偷的 然后你现在有两个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足嘛 对 一个就是你在那边 帮我们收他的身 对 证明他清白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晚一点我们去逮捕他这样 对 对那他们经理他不希望 自己的员工被逮捕嘛 对 所以就把那个女生叫进来 对 他就是叫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然后这个电话里面的 所谓的警察就开始 电话遥控他 怎么帮他收声 对 虽然说 你看我现在又想到说 你既然这么忙的话 你还有空在那边 遥控人家收声 对耶 就是你越想 会越想到更多不合理 可是我可以理解 你当下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你就想说 啊 就是我要先证明 我员工的清白 对 所以你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对 如果收个声 就可以证明他金牌 那就收嘛 对啊 然后 第一个因为是女主管 我还不觉得那么奇怪 对 因为 因为他是教他们脱衣收声 脱光光 对 因为我那时候 本来一开始还想说 脱衣服可能就是 比如说脱到内衣内裤 对 就不是 他是连内衣内裤 全部都要脱掉 对 然后你知道 就是那些 被叫进来 就是那种青少年小女孩 对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啊 因为 这个凶手 呆徒 或是这个电话的 另外一段人 真的很聪明 对啊 因为 为什么他会选速食店 通常就是比较弱势 然后 因为他可能 没有什么技能嘛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 就是很 很高级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在这边打工 对 一方面 他们可能很年轻 对 对 因为 才会去麦当劳打工 对 然后所以 就是那些 小女生看起来 真的很无助 真的 我真的是看到 因为 其实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他们全国各地 对 然后 只是说 刚好 这件事情 他们在办公室里面 有放了一个监视录影器 对 所以这件事情 被全部录下来 对 因为其实可能 全国各地也有发生 但没有被录下来 对 但是录下来 你看到真的会觉得很惊悚啊 很可怕啊 好 这个女主管 他真的就被他遥控 然后叫他脱光 嗯 但是 因为 你遥控的对象是女的 你没快感嘛 对 你心里可能还会觉得 至少是女生 虽然说他女员工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但是至少是面对一个女主管 对 那你知道那些员工 他们都很配合 是因为他们也怕自己 就是被用小偷的名义抓走 对啊 如果你被抓走的话 那因为我就是因为我钱不够 所以我必须来这边打工 如果我被抓走的话 那我要怎么办 对 我觉得很可怕 是又加上说 好 这里面的人不管是员工 或者是主管 对 都没有人进警察局过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说 警察局是不是真的这样收身 对啊 对啊 而且你也不会知道 因为我觉得他们 他专挑一些那种 比较偏远的地方 对 就是去挑说 这些人可能也没有受到太高教育 可能就是高中毕业 对 那你对警察这种 他们办案的那个 你不会知道说 他们的程序是怎么样 对对对 所以你不知道 你应该有的权益是什么 对 然后到这边 你都还觉得 你还没有那么可怕 嗯 是 他居然就用话数去 跟这个经理说 嗯 就是反正变成 他的未婚夫进来 对 因为那女性就说 哦 那天晚上很忙啊 然后他没有办法 一直在那边 操控这个女人工 然后那个人可能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都听不到 对方讲了什么话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服他 就是说 哦 那我的未婚夫现在有空 那不然我叫他过来 对啊 这很扯 但到这里我就已经觉得 天哪 这是根本就是疯了 而且女主管有病吗 你现在就是 你到底要想什么 这里面有个全裸的女员工 你要叫你 未婚夫进来对付他 对 到底是怎样 这很可怕 对 然后在未婚夫进来之后 就是也是继续 听他的那个操控这样 而且他的指挥 真的是很夸张 就是比如说 他要全裸在他面前 跳 开合跳 对 因为他说 这样子才可以看说 他身上东西 有没有掉下来 比如说他裸藏毒品 在身上的话 才会这样子 才会掉下来 但我觉得 那个人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不知道 怎么说服他的 对 他后来那个女员工 还被 就是那个未婚夫 打屁股 最后还甚至 需要帮他口交 但我觉得到口交 这件事 真的是太夸张了 对啊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怎么会觉得 叫人家帮你口交 可以证明他不是小偷啊 对啊 他到底要怎么说服他 虽然说我觉得 他在口交之后 他自己就突然恢复意识 所以他才会逃跑 对 然后结果没想到 那个女主管 又叫另外一个员工进来 对 那个好像是清洁工 对 就叫了一个阿伯进来 阿伯接电话之后 我害我吓死 我想说他现在就怎样 我想说完蛋 你又要另外一个吗 我想说那个阿公 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少女 结果没想到阿公 阿公是正义天使 对 阿公接着电话起来 听了一句话之后 就说 这个电话是骗人的吧 对 他就说你笑的 然后就把他挂掉 没想到只有阿公 是清醒的 真的 这个就是阿公 救了这个少女 你知道他整个 那个女生在里面 被关了三个小时 好煎啊 他就内心 到底有多煎熬 对 因为他们就一直质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逃跑 第一 他衣服全部都被拿走了 第二他其实 本来他是开车来嘛 然后他们从一开始 他就叫他把他钥匙拿走 所以他根本跑不掉阿 对阿 因为反正到现在 已经经过这么多人家 现代社会还是这个样子阿 就是每次遇到受害者的时候 大家就会先去 检讨受害者 对 就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对 你那个门又没锁住 你为什么不逃走 天哪 你自己去裸体 然后在那边 你想说你要跑走 你要跑去哪里 对阿 没地方去 然后你如果本来有车 你也没有车子可以上去 那你到底要跑去哪 对 然后一方面是 他现在 其实他内心 最重要的是 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小偷 对 对 他们就是觉得说 对方是警察 那我就是要听警察话 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对阿 虽然说 我真的觉得 这些是一些无知少女阿 嗯 所以才会 毕竟他们真的是 十几岁 小朋友 对 到口交那边真的超噁的 真的 我真的到那边 我也是整个怒火 整个丧生 对 然后我们真的觉得 这些主管很荒谬 就算了 因为我真的不会去怪被害者 因为 对 他现在就是在 这些权威人士面前 然后又 而且他 他其实就是处在一个 非常脆弱状态 对 然后电话里面的警察 说他是小偷 嗯 对 但是是这一些主管 真的就 到底有什么病 对 就是到底有没有在用脑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打电话来骗人 那个人也很过分 但是我觉得主管他们 到底是不是 聪明人也非常重要 因为这真的是 智障的感觉 我后来又想说 可能在那边会当 就算会当到主管 也只是因为 比如说他从十几岁 就在那边上班 有可能 工作很久 他其实也是学历不高 哦 对 然后他可能这辈子 做过事情 就是麦当劳 对啊 哦 有可能 我是自己觉得 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对 但是呢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 层出不穷 因为 他们都会上报公司说 公司是发生的 这么荒谬的事嘛 一定会 因为他们有报警 对 所以公司不可能不知道 对 因为你知道后来 哦 他们终于清醒了 然后就报警说 有发生这样的事嘛 对 所以后来这一个未婚夫 嗯 还被判刑 很值得啊 对 虽然说他们都还在那边辩解 但我想说 你 基本上到口交这件事情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原谅了 他是真的必须被判刑 对 就算他真的不是故意 就算他真的笨到 他都相信 嗯 那你也应该问你自己的笨负责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对 但是 你看都已经发生到这种地步了 嗯 就是麦当劳居然还不跟他们全国的 所有的连锁店公告耶 对 而且 因为只有 这个警察 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件的 那个警察 他非常认真的开始去 找说 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 对对对 因为他们他发现说 其实在很多的地方 都有 都发生了一样的事件 因为他们本来以为想说 是不是 那个人在麦当劳外面偷看 然后边打电话这样子操控他们 就有发现不是 对啊 因为他是发生在各个州 各个麦当劳或是什么 素食店 Taco Bell 什么都有发生过 对 那只是说麦当劳是最多的 对 对然后但是 总公司没有任何作为 对 而且因为 他是从 1992年就开始发生了耶 对 然后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是2004年 所以中间其实隔了十几年 对啊 然后中间完全没有作为耶 对 因为你知道 就像 马妹刚才讲的 为什么这一家发生的 才有爆出来 是因为他有 他有摄影嘛 对 监视器 对 然后但是因为更早以前 也许根本没有监视器 就是尤其是办公室里面 可能没有监视器 对 但是 总公司一定知道 对 因为你基本上早有报警 就是跟 等于是跟你的 麦当劳事业有关 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可能不回报 对 那如果你 你只是为麦当劳的形象 嗯 那你至少内部还是要公告啊 对 因为你只要一公告 然后大家有注意这件事情 至少会有一点点警觉心 对 就不会被骗了 真的 就是有人 你只要公告说 有人打电话来叫你 收员工的声 就不要相信 对啊 这很简单的公告吧 对啊 或者是说 你就是 呃 如果有人说 指控你的员工 有偷窃行为 然后会有一个SOP 你应该要怎么做 对 就是 这样子就好啦 对 就是送警察局 或者是说 你陪 你需要陪着这个员工 去警察局 对 然后做笔录什么的 对 他没想到就是因为 就是麦当劳的不作为 嗯 居然 居然这样 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延续 延续 延续超久 十几年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 他后来开始 Taco Bell 什么之类的发生 也许是因为麦当劳 都已经被他玩完了 这就不晓得 对 因为他横跨三十二个州 对啊 很夸张 然后刚才 就是里面就是真的 就是有一些 反正有受害女生 有出面 我就觉得好可怜哦 真的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真的是 因为这件事情 受伤很深 对 几乎算是 扭曲了人家的人生 这样 对啊 对 然后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就是很正义的远景 其实他也是有一些原因 对 因为 没想到就是 他看到受害的女生 是自己的邻居 真的 因为他就 他还认识他爸爸 对 然后他就是只要说 这个妹妹很乖啊 然后也是因为 家境的关系 需要来赚钱啊 对 却遇到这么夸张的事情 真的很荒谬 因为 对 我觉得有监视器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 他们 有些人都会怀疑说 那 是不是那个店长 有问题 他只是假装说 对方来店 这样子操控你 然后做出这么荒谬的事情 但因为刚好 这个地方有监视器 所以你可以 很直接看到 他们真的就是 一直在跟电话对谈 而且你会看到 是一连串的荒谬 是他未婚妻叫他进来 对 我看到那边 真的是觉得 哦 受不了 对 你知道中间 他开始 比如说 要拍他屁股干嘛的时候 那个未婚妻 还有进来拿东西 对 因为那个女生 看得出来 他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害怕 然后他又不敢讲 因为他觉得 他可能想说 这个就是正常程序 他讲的也没有用 真的 就是 那个真的会很大的阴影啊 还好这个女生算是勇敢 反正他后来有出来替自己争取 对 他就是控告麦当劳 对 真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最过分的人是麦当劳 反正其实那个智障主管 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对 他们都有被判刑 对 但是如果 这个女生不站出来 控告麦当劳 麦当劳一直都没事 对啊 因为你看他这么多 光麦当劳受害的就17家 很夸张 所以你等于有至少17个 不管是男生女生 因为他里面也有说到 就是有少男受害 只是说他们可能没有访问到 这样子 那就有这么多人 因为只是在你那边打工 然后受到这样子的侵害 结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 真的啊 那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将心比心 你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是你的小孩 遇到这种事 对啊 我觉得那些小孩子 真的很可怜 他们都是乖小孩 才会在麦当劳打工 对啊 不然他就是卖毒品了 好不好 他干嘛要去麦当劳 赚你那一点点的薪水 对 反正就是这个案子当中 就只有这个警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算是调查员 对不对 对 然后他是在 另外一个区域的调查员 所以他们说 刚好他们都在调查这件事情 他们本来一开始不知道对方 对 然后只是因为他们都很认真在调查 真的 都开始抽丝剥茧 好像有找到一些线索之后 嗯 终于就有人跟他们讲说 诶 我知道哪一个警察在查这件事情 对 就是刚好可能那个人就是 遇到两边都在问他同样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两个才开始串起来 对 查案才更顺利 对 但是其实还是 嗯 因为他其实有查到最后 他们有锁定一个人 对 但是其实还是 没有办法对他做出什么事 对我就很夸张 然后反正其实应该 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确定就是那个人 嗯 就打电话的人就是他 嗯 然后没想到 其实这警察跟调查员 他们两个也很惊讶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肯定就是他了啊 我们手上 已经有握有这么多的证据了 对就是他们还 哦还找到电话卡的号码 然后他们真的很努力不懈 就是 我觉得那个真的超难的 因为他们真的是要搜寻 小小小小小的线索 因为那个人是去买那种 电话卡 预付卡 对 然后是去路边的公共电话 打电话 对 那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去查到说 到底是谁 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他 就一直在打去给那个 AT&T的客服 对 就是 美国电信公司 然后一直去烦他 对 然后那个客服人也很好 就一直被他烦 对 因为他就跟他讲说 预付卡不能追查嘛 通常应该是这样 对 然后他就一直 一直不停的烦他 对 一直说你帮我想办法之类 然后 结果后来那个 如果我是客服 因为客服其实每天 已经很忙了 对啊 还要去帮他追查这件事情 对 我可能不会理他 就没想到客服 我就真的去帮他 跟他说好消息 我问到就是 我们来什么时候之后 911之后 对 哦对 是因为911 对 911之后 的电话卡是可以追查的 对 然后就从 这个时候开始明朗化 对 就有找到说 哦原来是从 佛罗里达那边的 电话拨过来的 对啊 然后像这一段 这里面算里面 唯一小温馨的地方 因为他们联合办案以后啊 他还说 他中间还讲了一段说 哦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打电话 给我最喜欢的客服员 他说我跟他打 讲电话时间 比我跟我老婆 讲电话时间还要久 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感激 那个客服 真的 要是我也会很感激啊 而且感觉上 他们两个真的变很熟 他就是有什么问题 就打去给那个客服 就直接变他的 专属客服 真的 就是变成他的 那个什么 宪明之一 对啊 对 然后他们两个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 就是监视器那么多 或者是 可以调查工具那么多 对 所以他们两个 真的是很刻苦的 把这个人查出来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超级难 对 然后他们真的去查到 哦 那个电话卡 在哪里卖出去的 嗯 就是调到那个监视器 可是因为那个监视器 也很难 因为如果他没有 直接拍到收银区的地方 对对对 你也很难去判断说 这个人 你只知道这个人有进去 但你不知道 他买了什么东西出去 对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 算是明明中注定 要被调查到 真的 因为他们居然就看到 他的裤子 好像是警察的裤子 对 我想说 这样你也看得到 你不知道台湾一堆人 穿那种裤子吗 对 真的 然后没想到 他们就说 哦 那个不是警察裤子 那个是那种 什么 角镇官 他就是在监狱里面 对对对 我就觉得其实到后面 真的蛮幸运 是因为 那角镇官的 那个范围缩更小 对 因为你可能 那个地方的监狱 就是那几个嘛 所以你就是 每个监狱去问 对 然后他们就拿着 就是监视器的画面 监视器的截图 对 去问那一些 角镇所的人 就马上就找到 人家说 哎 这个是谁谁谁啊 他就在这里上班 对 他今天就在这里上班 对 然后就真的被他们找到 嗯 他们后来好像有拿到 就算是搜查令 去查他的家嘛 对 就发现这个角镇官 其实他的确一直幻想要当警察 对 他之前好像有当过警察的 感觉很像助理之类的 就不是真的警察 而且他因为他一开始 他们访问他的时候 他有说 我没有买过电话卡 嗯 然后但他在搜索他家的时候 有找到电话卡 对 其实很多证据 对 就是 我猜在法律上 可能算是间接证据 对 不算是直接 对 但而且说真的啦 就算是 后来都有直接证据 嗯 证明是他 就他自己称是他 他也定不了他什么罪 我也觉得 对 就是最多只能 嚇阻这件事情 但是他其实真的 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而且最恶心的是 他是有老婆小孩的人 对啊 你都不会觉得说 就是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自己老婆小孩身上的话 你有什么感觉 对 因为其实警察 他们都很惊讶的是 他居然有老婆小孩 对 他们以为他是那种什么 独居啊 对 然后就是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 对 但这种单身心理变态之类的 对 因为我真的无法知道 可能他就是很想要那个权威感吧 嗯 他可能是从那边得到快感 对 因为 说真的你叫人家去性侵别人 然后你自己也没爽到 然后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这真的很可怕 因为 他等于他只是打电话 他其实从中也没有得到什么 性欲上的满足 因为他也看不到 对 他完全就只是用嘴巴去讲 去操控别人 对啊 所以他 他真的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东西 对 而且他们说他每次打电话 应该都是 那种一个半小时起跳 所以他应该花了非常多电话费 对 所以他等于还要付出 对啊 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纯粹他心理上的满足而已 对 所以 反正我那次一看完 我马上就瞧妈妹说 我看完这很噁 真的很噁心 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 然后马上就说 对 他看过那么多恐怖纪录片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对啊 因为你会觉得说 比如说杀人犯好了 他也是觉得说 我杀人 我可以从中得到快感 对对对 但这个没有 对 你会觉得这个人 真的在进行一件 就是纯粹邪恶的事情 真的 因为大部分 有一些杀人犯 他们就是 终于发现说 我做什么事情 有快感的 对 我人生想要追求的 这种快感 其实是杀人 或是 比如说 强暴 或是什么 反正就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动机都很明确 对 但是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他每天过得非常的平淡 对 对 然后就是打了一个 对他自己也没什么好处的电话 嗯 却打了十几年 真的十几年啊 而且 对 你看他就是成功的 有一百多件 可是 不成功的 其实应该更多 对 然后你看 你想想看说 十几年也许 他原本就是单身 一直打到 打到结婚生小孩 其实真的很恶耶 对啊 不知道 如果是他老婆 不知道会不会跟他离婚 因为后续也没有听说 嗯 如果我是他老婆 我一定会跟他离婚 虽然说他也不认罪 然后也没发 没有 好像也没有被定罪什么的 没有 他就是照常过他的生活 对 就是说他没离婚 他看完这个纪录片 应该要离婚 哈哈 因为纪录片看完 就几乎百分之百 确定就是他 对啊 所以你看 我觉得那些警察那么气 我真的是觉得 我非常可以同理 因为要是我 我一定也很气啊 你就觉得说 好不容易真的可以抓到 真正的犯人 对 结果居然就这样被他逃跑了 真的耶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回家 真的啊 他的律师还有来上节目 我就想 很像赏他两发掌 他们真的很辛苦耶 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都还飞很远 去抓他 对对对对 跨州 对 然后他们两个真的很正义 还说什么 因为嫌犯在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度假圣地嘛 对啊 就佛罗里达 就是 然后阳光 阳光海滩 对啊 他想说 怎么会在这么 很 就很chill的地方 对 你居然放松的地方 居然就是 在这边做这种 就犯罪的勾档 对 人理解 你想看说 你躺在那个海滩 在晒天涯 没想到后面有人在打工电话 讲电话 然后觉得居然是在操控别人 对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真的很恶 嗯 对 虽然他里面其实有一些 算加害者 对 像主管啊 然后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 对 出来受访 也是讲自己很委屈 但是我就 我很难得 我没办法同情他 对 对啦 但那个 出来受访 应该是因为 他还没有做到太极致 他有到后面 有 终于有发现 对 所以有切断 对 可是你看得出来 他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羞耻的感觉 所以 对啊 对 我觉得因为你在亲 当下可能没有感觉嘛 所以你才会继续做 但是你后续清醒之后 你就会想说 为什么我会干出这种事情 真的 我怎么会对一个 这年轻小妹妹做出这种事情 真的 我是真的无法理解了 老实说 如果是我遇到 是因为我不是那年代人吗 我不懂 如果是我遇到 然后叫人家说什么 叫你横空脱光 让你收 我就会觉得这件事太离谱了 我就不觉得我有这样的权利 不晓得 可是我就很想 真的很想要听看看 因为现在真的没有录音嘛 所以不然我真的很想听看看 那个人到底怎么去说服这些人 真的 去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的 对啊 是下什么鼓啊 不晓得啊 就真的很厉害 还是很会催眠 而且还可以一百多件 对啊 而且他在2012年的时候 有拍成电影 改编成电影 但因为这件事件 我觉得 真的没有像一些 连续杀人犯的案件 这么广为流传 所以其实应该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 因为我也 我有看到那个拍成电影 然后我有看到片段 对 他几乎是演的一模一样 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有看到有人说 就是去看了那个电影之后 然后就觉得说太离谱了 嗯 但我可以理解说 你觉得太离谱了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看到纪录片 才觉得说 这纪录片才是太离谱了 对 因为看电影人 会 可能就是会觉得 是因为电影改变 我猜啦 我猜是 因为他们就可能说 他就说他上网搜寻 那个真人 因为他写真人 真事改变嘛 可是上网搜寻 找不到什么资讯 哦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广为流传 对啦 因为又加上是比较久以前的事 然后又加上说 他们又没有公告周知 对 就像你说 他不是什么杀人案 嗯 对 所以 这种小案件真的就 又加上又很分散 对 就大家可能会各自觉得说 哦 因为在这个警察 出来查案之前 大家都以为说 我 我只是个个案 对 而且你看哦 你看有一百多件 对 其他的警察 就这样就结束了 其他警察可能就想说 哦 那就是店长的问题 对 他可能抓店长 或是说 我没有办法抓到任何一个人 就这样不了了之 对 居然从头都有只有一个警察 对 想要去把源头抓出来 真的 我觉得这是蛮让人家心灰意人的 对 所以电影没有红 我也觉得蛮可惜的啊 嗯 就是这个事情 应该让大家知道 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孩 没关系啊 就纪录片 我觉得纪录片 更会让大家有冲击感 真的 因为电影 你会觉得说 啊 你就电影啊 你又不可能 就是你一定就很夸张啊 对 就假的吧 编成什么剧很丑 太扯了 对 没想到那是真的剧情 而且是 就是他直接搬过来 他没有加油填出 真的 就是 真实就是这么离谱 对啊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纪录片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推荐 就是 算说 这个纪录片 应该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对 可是你就让他知道 说这个世界有多可怕 真的啊 尤其小孩 最好带小孩看 就是你真的要让小孩知道说 一定要保护自己 然后 该反抗的时候要反抗 对 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还有就是 一定要学会思考 嗯 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教小孩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啊 你就是要听大人的话 嗯嗯嗯嗯 就是 我是比你长的人 我知道的比你多 你就是要听我的话 然后所以我觉得 反而会导致这些小孩 在听到一些 你看他说警察 对 的时候他就觉得说 啊 那 我就是应该要听他的话 真的 你要让小孩知道说 现在 要保护小孩 人家教他说 不一定大人讲的都是对的 对 你要自己去想想看他 现在跟你讲这件事 是合理的吗 对啊对啊 对就是因为 以前真的 以前的社会 都是教小孩说 你要听大人的话 嗯 其实那个教法 真的很可怕 真的 所以很多小孩受害 都是在自己 可能亲人啊 哦对 爸妈的朋友 甚至是假警察 这都很常发生 对因为 因为你就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要听他们的话 他讲的话 我就是应该 百分之百的顺从 对 所以 多带小孩看这种 真实案例也不错 嗯 对 我觉得 蛮适合 带着小孩一起看的 因为 顺便让他们学习到 这些世界 真的是 很可怕 对啊 就是我那时候 真的有想到说 他这样子以后 小孩去打 我觉得小孩打工 是会让他们成长 对 对 但是因为他们打工的时候 是他们的确就是 还比较 不熟事事的时候 一定是啊 对 因为很多事情 其实是你出社会之后 才会学到的 对 然后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真的 想到就觉得 很可怕 对 应该要叫他们先 第一件事先打电话 给爸妈 对 那些小孩的爸妈妈 会有多薪水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刚刚讲那个 肯德基的 那个女生 嗯 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 因为他居然敢站出来 去 抵抗麦当劳 诶 那不是麦当劳的女生吗 哦对啊 对啊 对啊 没有 肯德基州的女生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 他是肯德基州 他不是肯德基 哈哈哈哈 肯塔基州的女生 因为变成他在那个 他们有拍摄到 他在那个 法院里面的状况 他们有一段是 他必须要在法院上播 他那个监视器画面 整整整三个小时 哦 我没有 你自己你等于你要在那边再看一次 你经历过的那个事情 真的 他真的很勇敢 而且其实一定大部分人 跟他讲说 你怎么可能告的过麦当劳 哦对啊 因为麦当劳那么有钱 他一定都是请那种超级大律师啊 对 但是我说真的啦 嗯 他们播那一段画面是必要的 我觉得一定要 对 因为你不播那个画面 你不知道那个女生当下有多无助 对 而且你播了 你才知道麦当劳有多过分 真的啊 因为我是法官 我知道麦当劳已经看过这个了 嗯 对 一定的啊 我怎么可能不患他们罪 对啊 但等于他到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去跟底下的人讲说 你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 真的 让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延续十几年耶 嗯 我觉得你第一家 没有说你应该第二家发生 你就知道错了才对 对 因为第一家 你可能就觉得这是个案嘛 对对对 很推荐大家去看啊 嗯 就是虽然 看完心情会不太好 所以还蛮适合睡前看的啦 我觉得我就是白天看太不好 害我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对 对睡前看赶快就是看 就是看完去睡觉 对 但不要想太多 反正因为那一件事情 其实在那个警察 他们查完这件案子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了 对啦 也应该不要再发生了 那个人也不敢了吧 对 因为他就知道大家锁定他啦 就更证明就是他啦 我也觉得 对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还是会继续 对啊 因为想说 反正又没抓到我 我又没在爬 真的 嗯 好啊 大家去看一下 对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拒绝来电就跟聊到这边咯 好 好那请妈妹帮大家呼吁一下 对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